你会小心担心吗 那到此刻为止 我觉得外交部的新闻稿 外交部新闻稿写这么长 结果果然被人家抓到了 对不对 他自己写的 五月八号新闻稿 这篇在网上也乍翻了 回应立愿要求 所以大家才觉得很奇怪 如果说捷克要做好人的话 捷克就自己跟台湾买 买了以后送到乌克兰 要不然就台湾自己买 自己买直送乌克兰也可以 干嘛要转这么棘手 搞了半天是应立法院要求 立法院要求两种可能 一个是立法院全部的决议 对不对 那你就要有公文呢 在哪里 要不然就是这个立愿 讲的其实是立委 高端嘛 是不是 之前大家想到那些 什么无姓立委等等之类的 哪个立委的要求 所以原来搞了半天 答案在这里 真的是好可怕 我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外交部恼羞成怒 大动干戈 因为我觉得 徐晓卿先开一面 一个部幕 会发觉 怎么搞吴钊燮做事如此之 草率无礼 没有专业 而且呢 这个完全不符合国际惯例 对第一个 在国际上 你要做这个人道救援 这人道员做好事啊 全世界都是要尽量的宣传的 只有吴钊燮要把他搞成密件 他认为中共会阻挠啊 这个什么都靠什么都中共 他什么都中共 中共会阻挠吗 你做好事你捐钱去救人 你又不是捐武器 对你又不是做什么 做什么这种秘密外交什么 这是全世界都要拿出来宣传的 而且呢 你花的是人民血患权 你没有必要 你是没有 你是不应该把它搞成机密 这种案件搞成机密案件 这是全世界古今中外 大概仅有的一件 而且这个介大使 这个其实他这个密 有点玄机 外交部都公文写密 这其实叫做公务机密 他不是国家机密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国家机密的话 这个要由这个 是不是有设成 国防啊 情治啊 这叫国家机密 外交的这个损伤 这个好 基督保法有写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事实上的话 外交部过去有个案例 也就是陈水扁任命了 一个外行的这个代表 去做瑞士代表 做仇用 我们昨天有谈案 对王世荣 结果他呢 下来如获自保 终于参与国家重要机密 他写了一遍婚异录 然后里面明明白 用了九个机密电报 结果呢 这个案子第一审判 一年两个月 缓薪两年 第二审呢 第二审呢 结果就判无罪 原因是什么 他说那个法院认为怎么样 他说他引用那个电报 事实上无关国家的 对国家的国防跟重要机密 没有造成伤害 所以意思就是说 法院可以决定 你是不是可以乱 你可以使用 你认为这件公文是机密 还是不够 所以法院可以就实质 来进行审查 那我们现在就说 外交部把一个人道救援 那个好事当作机密 报成不可告人之机密 要偷偷摸摸的搞 你说这个是有损害国家 我认为没有把它让全世界知道才是损害国家 其实我觉得 损害国家利益 沈富冲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个连续剧 你要看上级中级 现在演到中级 上级就是许小新在立法院 直询这个吴钊燮 然后吴钊燮情绪控管就失当 就搞得场面非常的难堪 所以后面的一连串 我觉得他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报复行为 帮自己来出个气 因为他马上就要从外交部长 这个位置下来了 当然我再次跟大家讲 我真的不太想讨论吴钊燮 对不对 讨论他 流浪就会一直掉 我干嘛跟我自己过不去 所以这个我们就期待赶快 这个吴钊燮下台 当然他还有新的位置了 这个蔡英文下台 那接下来新政府上任 新政府上任 大家先不要急着批评 还没有开始 我们给他们一点空间 也希望他们能够修正 蔡政府时代不好的地方 往好的方向走 好 紧接着两岸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第七舰队 这个五月八号高调 PO出了照片 每次来 当然其实是一个月来一次 是不是 差不多 每次来都一定会 标准操作 一定要这个网上PO照片 各式各样摆拍 这个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既定形成常规性的通过台海 他是既定性的高调 既定性的PO照片 然后解放军东部战区 就既定性的发布回应 好像已经变成这样了 那另一头还不止如此 不但是美国要来 德国也要来 德国海军美英河畔法兰克福号补给舰 还有另外一艘护卫舰 周二起航要前往印太 那德国防长说 过航台湾海峡是选项 选项就表示选择之一 到底是还是不是不知道 但今天很多人 把这个跟习近平访欧 去了法国 没有去德国放在一起 都已经到了法国 那我德国也有去北京访问 竟然没有来回访 就到了欧洲家门口 竟然不到德国来一下 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 但不管如何 过台海就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美境要过台海 德境也要过台海 还有一个我让张将军一起讲 就是跟这个空中的军力有关 五月八号一架美国的军机 进到了我们蓝宇的东方空域 大家脑袋也没个地图 这个蓝宇在台湾的东南方 最边边角角的那个地方 这个美国的军机跑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大陆军机驱赶广播 这个是台湾ADIZ粉专当中 有广播记录 那当时大陆军机广播说 美国飞机 我是中国空军 你已经接近我 表明你的意图 然后这个美方就说 放轻松 放轻松 然后自由时报就嗨起来 他的大标叫该你屁事 美国军机接近蓝宇 共机竟然来广播驱离 意思就是说 这是我方的空域啊 干你共机什么事呢 然后你就看到我们冰雪聪明的网友 一大堆PTT上炸锅了 网友说什么 自家大门啊 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军机在哪里 塔绿班嘴炮 你怎么没有打下共机呢 丧事喜办 发一篇新闻掩盖国军的无能吗 还有人说 美国是来强制点火的 我们过去讲了很多 双方海上啊 空中的交火 金门海域啊 还有在这个澎湖啊 在马祖 这次是蓝宇啊 这个位置也很敏感 张军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是台湾的 这个军方国防的角色 已经由当事人 我们政治来看 我们是当事人嘛 因为在我们的空域嘛 我们由当事人转为工具人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工具人 看他来去嘛 当事人转为工具人 工具人 现在已经变成工具人了 就是说你看他来 然后看他去 目以目送 就是这样 只能做这个样 那怎么办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由抗中保台 转为让中保台 让他来 让他走 这个态度非常明显 那现在 我们台湾是主事者 现在以气牌 我气牌 气牌保台 就气牌了嘛 我气牌不跟你玩牌 台湾变就是说美中 美国跟中国大陆上桌 我们当盘子 因为我们是当事人嘛 那当事人你应该要起来 要把他都驱离 要做广播 要有积极的动作 没有 我们只有目以目送 对然后还发出新闻稿 什么干你批事啊 等等之类的 完全忘了自己的角色 对对对 完全忘了自己才是当事人 因为你转为工具人了嘛 那工具人就是只能在旁边 让一副不干我们的事的样子 对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 现在事实上是这个样 现在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温水煮青蛙 现在是滚水煮青蛙 那水滚了大家都习惯了 反正这青蛙就在里面 但是当然以前在这个西部海域 什么越中线等等 现在到了这个东部海域 东部我们看到 就是有这个保留保存机 保存这个军力啊等等 都在这里 对 所以你怎么看待在这个海域 空域的中美交手 因为对因为政府 他也不要事实去面对 他也不要提升新防 他这样的话 因为提升新防 会跑到两票 一个选票跑掉 一个股票跑掉 那他要的是选票跟股票啊 所以他不要把它 他宁可当工具人 不做当事人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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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